《不为人知的航海者》 《不为人知的航海者》 大家好 我是盛文强 今天我带来的题目呢 叫做《不为人知的航海者》 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一艘沉默的古船 这艘古船呢是在南宋时期 距今已经有700多年 然后这艘古船呢是1974年 由福建泉州湾那边发现 然后把这艘古船发掘出来以后呢 里面有大量的货物 可以看出来呢 这是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船 里面呢有很多像胡椒 香料等等 产在东南亚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些瓷器 还有一副象棋 等等一些日常的物件 但是从这里面呢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纸片 大家来看这个图 这颗小纸片呢在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是模糊不清了 大家看右边 已经是模糊得很难辨认 然后呢根据一些现代的技术手段呢 进行复原 我们就得到了左侧的这样一个信心图 我们可以发现呢 且了浮生易载 应该说呢这六个字呢 是非常抒情的六个字 但是呢现在的对这六个字的看法呢 观念也不一 有的人认为呢 这是来自一块印刷品 是当时船上的船员 在读的一本书 是书里的这么一句话 也有的人认为呢 这是当时某个航海者 写下的一个航海日记的片段 前者呢认为它是一个印刷品 因为它这个横壳竖 尤其是横跨 横跨的末尾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有一些三角形的一些小方块 这是当时印刷品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格式 另一者观点呢 认为这就是一个人手写的 一个书法的作品 就是纯粹手写的 因为当时尤其是在宋朝 像宋徽宗他们的书法里 已经出现了这种形状 就是说在笔画的末尾 顿笔非常明显 有这种小三角的这种格局 因为现在这个破坏得非常厉害 我们已经很难辨认 它到底是一个印刷品 还是一个手写品 但是我更倾向于后者 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个 当时的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样一个航海者 他做的一份自己写的一个航海日记 他当时这种心情的一种抒发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呢 这个且就是暂且的意思 是一个巨手 然后呢这个了 而是应该是完结的意思 完结完成的意思 这个我们对照着南宋的次人呢 比如说星期级 它就出现了很多了字 比如说《了阙君王天下事》 还有说什么《整顿乾坤事了》 还有这个像南宋词人蒋洁写的 《春风未了 秋风道》 都是这个用法 扶生这个词应该是当时人们 对人生的一种诗性的一种认识 这个最早呢出自李白的 那个《春夜宴桃》里元旭 说夫天地者 万物之逆 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 而扶生若梦 唯欢几何 他的观念呢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飘荡的一粒微尘 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 是这样一种 及时行乐的观念 到了海洋时代到来以后呢 这个扶生呢 有了更加清晰的 或者说更加与以往不同的一种认识 比如说一个航海者 他飘荡在海上 四周围全是海水 茫茫地飘荡无际 然后无依无望 方向也辨别不清 这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 浮生若梦的感慨 因为首先呢是空间上的 这样一种浮生若梦的感慨 看到了自身的渺小 觉得这个海洋如此之广大 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 同时呢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海沙航行呢 他对这个个人的生命安全 是很难以保障的 很难以保障 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呢 经常会有船 因为一些恶劣的自然条件 直接这个船就沉没 在这种条件之下呢 自己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死 有时候完全是要凭运气 所以说这个浮生呢 更加深刻地体验 至于这个一载呢 当然就是一年 我们根据当时的一些 南宋的一些笔记啊 史料 根据他们的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呢 当时从泉州湾出发 到南洋去 就是我们现在的东南亚国家 从去到回 这样一个往返 大约就是一年的时间 在南宋的笔记 《平州可谈》里记载呢 当时人们呢 一条大船 可能有几百人 积存一年的粮食 然后在船上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呢 可以养猪 可以酿酒 就像陆地上一样 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记载 我们来看右侧 就是说南宋的一个宗室 他叫做赵鲁阔 他写过一本朱藩志 当时呢 它是泉州的 施伯斯的提举 就相当于现在 这个海关的这个管理者 他写到呢 就是说 泉伯以酒米 还有面粉 还有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产品 然后呢 带到哪里去呢 岁秒或中月发粥 就是说 这一年的年底 或者说 第二年的年初发粘 单程呢 就是五六个月 然后再返回来呢 也是同样的时间 这样一来一回呢 就是一年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呢 应该说 在海上呢 是非常枯燥的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一种航海的环境 这个人呢 写下了这样一句 且了浮生异彩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到达了泉州湾 远远地已经望见 这个海岸线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明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就是说这个船 已经到了家门口 在家门口沉没了 我们来看这幅图 是当时宋朝的 山西阎山寺的一幅壁画 就是当时的海船遇难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可以还原这个航海者 当时所在的这种环境 就是说这个船呢 遇上了风浪 我们来看船上这些人呢 都处在惊慌无措的 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我们通过同时代的 这样一张图呢 可以看到这个人呢 他当时所经历的这种 绝望也好 挣扎也好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通过我们来看这个 通过考古发掘呢 这个古船它为什么沉没了呢 我们来看它的船底 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排除了触礁的可能 当时呢在泉州湾 已经到了海湾里了 说遇到风浪 这个可能也不太大 因为他们可以就近 到这个靠近这个 内河的这种港口 或者说一些岛礁 都可以来避风 但是呢 这个船还是沉没了 我们现在估计呢 可能当时是遇到了战乱 因为当时正是南宋的末年 他回来的时候呢 蒙古人已经打过来了 然后在海上呢 经历了一些海战 在这种不可控的影响之下呢 他的船就这样沉没了 然后呢 我们来推测这个航海者 他当时乘坐的船只呢 是世界上 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海船 这一点是 他可能是自己想不到的 我们来看这个 泉州湾这个送船的复原图 这其中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叫做水密舱 什么叫水密舱呢 就是在这个船里面 横向的一块块隔板 这些隔板呢 就叫做水密舱 然后是用12块隔板 把这个船呢 隔成了13个舱 这样这艘船呢 抗风浪能力就特别强 为什么呢 如果说这艘船 它的船底触礁了 其中有一个地方破了一个口子 那么这只有 只有其中的一格会进水 而其他的格呢 仍然是密封的 有了这些隔板的支撑呢 这个船体呢 也更加稳定 这是当时打捞的一个现场 这是当时这个海船 就是出土的泉州湾海船的船板 我们可以发现呢 它的船板是三层 三层隔板之间呢 是用铁钉穿连起来 非常坚固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负责转向的舵 当时出现了升降舵 这个舵呢 在水里呢 负责转向在船尾 这个舵 硬完了之后 可以升起来 可以离水面很高 然后呢 还出现了这个指南针 用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还有一种技术呢 就是说 用这个非常长的这个绳子 连着铁钩 把海底的泥给勾上来 有经验的这个水手呢 闻一闻这个铁钩上的泥 就知道这个船大体 到了哪一片海 应该说是一个 经验值非常高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主人公呢 他就是在这样一条船上 那么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 这个奇料浮生一载 写这个航海日记的 这个航海者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据我们现在来推测呢 如果说他是一个印刷品 这个指派的主人 他有很高的这种阅读能力 受过良好的教育 如果说作为一个 个人的创作 那说明这个人呢 有非常高的这种综合素质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人可能是这种读书试尽 而前途渺茫 是从而转向经商 可能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当时这样的人呢 不在少数 尤其是在泉州呢 有这种出海经商的氛围 虽然说特别的危险 特别的危险 但是这种海上的这种 海外贸易的利润呢 是非常高的 可能是几十倍 或者几百倍 在这种利润驱使之下呢 有一些人呢 就要去铤而走一些 然后我们推测呢 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人 他可能要协助船长 做一些文案的 暗读的工作 包括一些账目的管理 包括一些往来文谍的 一些使用 这个人可能都要参与在其中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想象 这个人 在他身上呢 有一些 跟以往不同的 有一些转变 首先一个转变呢 他的时空的观念 因为他从这个陆地上 突然来的海洋 给他造成了一种 很大的冲击 应该说他的 时空的观念 完全都转变 那时候就说 在出海远航 这种活动 这种行为 很像我们现在 相当于我们现在 到外太空 坐着飞船 去外太空旅行一样 所以说呢 带来的冲击 是非常巨大 就是说在巨大的空间当中 带来的巨大的信息量 让他有点应接不暇 甚至可以说 达到了他的极限 再然后呢 他心里可能 还有一些挣扎 他作为一个读书人 跟一群这个 出苦力的水手 还有一些 纯粹追求利益的商人 挤在这样的船舱里 他心里可能 有一些别扭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 短短的六个字呢 我们看出来这些问题 这样一个航海者呢 他所面临的 精神上的困境 或者说从海洋到陆地的这种转变 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 我们今天所要面临海洋时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 陌生 并不一定 比这个七百多年前的 这个航海者 更高明多少 所以说呢 这六个字呢 所呈现出来的 他的精神生活 和精神世界 对我们现在来说呢 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这个能功为名呢 它是非常音寻的 就是说对这个创新啊 对这个冒险啊 对这种种应该是排斥的 我们应该还是 培植这种海洋精神 对国民的这种 创新能力 或者说外向型的 这种冒险的精神 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 七百多年前的航海者 从他这个 一句感慨当中啊 所看到的精神世界 以及对我们今天的 一些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